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拥有童言俱如的女性演员 竟为为好友爱荣站台出席签书会时 自步到巴黎岛度假期间 遭到陌生男子尾随 还被投拍裙地 原名透露当时要去上厕所 途中发现身后有一名男子一直跟拍录影 原本以为是狗仔 所以可以绕到男子身后查看 却发现对方的手机相册中全是自己的照片 性格刚烈的他 决定与该名男子对峙 期间男方坚称没有偷拍 不过随即被原原的朋友抓爆 手机内存有很多原原的照片 甚至在相簿的垃圾桶中 还有他的全体照 为什么你一样是拍他 没有我没有拍 我刚刚已经有那个 但是我没去拍 对啊 对我偷拍照 不好意思我删掉 原原表示当下并没有想报警 只想要赶快把照片删掉 更进步在巴黎岛旅游期间 不只碰到一位偷拍色狼 真的是防不胜防 对此网友们表示这种男生好恶心 女生出门真的要多加小心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